够了啊 别跟我抬价 我们今天全市的安保公司都跑遍了 你以为我不懂行情 就说你开价最离谱 那这样 就完你刚刚说的价吧 行 应该为例 好了 明天安保公司会派人保护你跟姜叔叔 我先回家拿几件衣服 今晚我先去你家保护你 苏宁 你眼里有我吗 谁要你帮我决定的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又准什么安保公司 是觉得我好欺负吗 生气了 这不是我不想告诉你 我也是为了你好 给我 这里不能停车 你在车上等着 我去给你买衣服 但这到底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啊 警告 江小姐的愤怒值已经拉满了 系统建议是 宿主还是将部分计划告知比较好 我才不敢呢 她聪明着呢 你告诉她一点信息 她说不定连我的秘密都猜出来了 只是这次危机也涉及到了江小姐 宿主 骗气一时爽 追其火灶场 什么乱七八糟的 没那个必要 我保护她就可以了 能出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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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将 将 江青 这里不能停车 你在车上等着 我去给你买衣服 江青 宿主 冷静一点 不能进去 您现在身体技能 无法抵御这样的高温 宿主 好诈 炸死他们 哈哈哈 对了 小哥 要杀着人方法多的是 我们这样会不会太显眼了 倒是拿天然气爆炸当说辞能行吗 放心吧 周总说了 查也是我们的人查 屁是没有 哼 一个送快递的 也敢跟大爷我装 上次电话 还敢暴露给我住址 臭小子 江青 你在哪儿 回我话 江青 江青 我会找到你的 江青 你在哪儿 宿宁 是你吗 我在厕所里 我难受 你再坚持一下 我马上救你出去 该死 宿宁 你那边出什么事啊 没事 你放心吧 以兑换功能弓兵铲 江青 我马上就救你出来 请告 警告 宿主身体损伤到达临界值 请宿主立刻前往安全区 什么声音 不会吧 宿 宿宁 你快走 你走啊 你走啊 我知道为什么看到炸弹即将爆炸的那一刻 我反而冷静了下来 我一直想破解那股体质 做个普通人 看来 我很难平凡的斗过一生了 系统 花费全部系统点 兑换真气觉醒 太酷了 完事了 走 别带你们潇洒去 哈哈哈哈 小哥大欠 宿宁 你 我来 你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